Hello 你好 欢迎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Mira 你的心灵美学DJ 给你当下最完美的灵感 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玩味正念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在生活中玩出美的疗愈 活出美丽心情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原生家庭 小时候我们都会唱儿歌 歌词说我的家庭真可爱 整洁美满又安康 但原来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美好的 其实 其实家庭才是真正的学校与修炼场呢 像是张绍涵的故事就很著名 他的外形亮眼 从偶像剧展露头角 后来出唱片发现歌声一鸣惊人 但是在他事业巅峰期的时候 却突然销声匿迹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经济合约纠纷 被冷冻等等 中间一度传出他不养父母的不肖行为 一开始以为是他爱钱 所以跟父母反目成仇 整个形象简直就是大崩坏 直到后来他凭自己的力量重新站上舞台闪亮付出 才慢慢透露出他与母亲之间的恩怨真相 原来张绍涵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 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 后来他的爆红 他非常的开心终于可以帮忙养家了 他把所有他赚的钱全部给妈妈管理 而在2008年时 张绍涵患有严重的心脏问题 打电话给妈妈说想要治病 妈妈却告诉他没有钱 这时他才发现 他所有赚的钱都在妈妈的名下 自己只是被母亲当成摇钱树 他自己名下还根本没有一毛钱 所以没有钱治病 而他已经离婚的父母在这个时候 不愿意拿钱出来帮他治病就算了 还联手控诉他弃养 并抹黑他吸毒 简直就是恶意的要把他的人生给毁了 后来就算张绍涵好不容易争取到付出的机会 父母又会突然跳出来威胁他 不给钱就毁掉他的事业 其实在他的心里对父母一定有恨的 但我觉得他真的很坚强 没有因为这样被打败 现在的他 真的凭自己的努力又重新站了起来 而且这次更闪亮 同时大家也纷纷感叹 怎么会有这样的吸血鬼父母呢 而这是有多么强大的内心和决心 才能逃离这样糟糕的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指的是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家庭 这个家庭的氛围和传统习惯 子女在家庭角色上的学习对象 和家人的互动关系等等 都会影响他们之后在人际关系 或是新组成家庭中的互动模式 家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港湾 让一个人享有归属感和安定感 有人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可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好老师 一个孩子在原生家庭中遭受的创伤 会建立深层的限制性疗愈 并造成人格的缺失和行为偏差 复原的过程会非常的长 甚至可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贫护与疗愈 花费极大的力量去改变自己 心理学家指出 一般来说孩子恨父母 厌恶原生家庭 往往有以下四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 被无端的发脾气和指责 心理学中家庭治疗学派的观点证为 很多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 是由家庭文化导致的 网友说他从小就习惯了被父亲迁怒 被父亲无端的指责 明明自己没有错 却无辜的承担了父亲在工作中积压的怨气 有一次只是因为父亲呵斥了他一句 他回复了一句 嗯 就被父亲转过来连吼代骂 硬是说他刚刚冷冷的哼了一句 变成说话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而一个人在成年以前 几乎都和原生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 常年累月的被父母发脾气和指责 被各种扭曲的行为习惯所塑造 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和爱 人就只会从心底生出对父母的怨恨 不愿回家 更不愿面对父母 往后 走向了社会 如果出现对自己稍微好一点的异性 都会紧抓不放 如果遇到好人还好 但更多的可能 是容易被居心不良的人欺骗 第二个原因 年幼时被抛弃 成年后又被勒索 亲情血缘对有一些人来说 就只有残忍和陌生 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没有感受过爱 却会很敏感的了解到 所谓的父母 对他们做了多么冷酷无情的事 有多少父母生下孩子后 不尽养育的责任 甚至指望靠压榨子女 为自己谋求太平生活 一辈子趴在子女身上吸血 而年幼时被抛弃 已经是对孩子的不负责 成年后又勒索 变本加厉 彻底的二次伤害 而且一点羞愧感都没有 这怎么能让孩子对他 没有一丝的恨意呢 而孩子的性格 也可能会因为这样 被扭曲或走向偏激 第三个原因 被父母对其他儿女的偏爱所伤 有些子女在长大的过程中 处处被父母的病态观念所牵制 像是工作后辛苦赚到的钱 都被父母无情的搜刮走 但是对另一个兄弟姐妹 却不这样要求 反而要让他对你剥削 不仅不感激你的付出 反而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当孩子想寻求公平奋起反抗时 却仍然无法摆脱父母 不遗疑虑的坑害和剥夺 现在许多家庭中 仍然无法做到对所有子女 公平与礼的关爱 有的孩子被优待 就会有的孩子被苛待 从此以往 孩子的天秤也会发生倾斜 会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 就算对父母有爱 但是对父母的怨念更重 甚至觉得只要期待爱 内心就会受伤害 第四个原因 被冷漠忽视 拳脚相向的暴力 言语的刻薄和暴力的行为 对一个人都是很深的伤害 有的父母在生活或工作 有不顺利理想的时候 或者因为重男轻女 只有女儿觉得有缺憾 总之就是不够理想 自己不够满足 就看这个孩子怎样都不顺眼 那除了末世的冷暴力 在心情不好时 还会动手动脚 暴力相待 有的父母会说 主张严厉教育 提出所谓的棍棒底下出孝子 认为讲道理 无法让孩子意识到 父母的权威不容挑战 但频繁的冷漠和暴力 不仅不会扭转局面 还会让孩子丧失 最后一次对家庭的渴望 变得更加叛逆 对父母伸出怨恨之心 而且有些还会有样学样 以后也用暴力 来表达愤怒与反抗 而真实的状况是 很多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其实那是他们人生中 真正学习成熟的阶段 所以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自己难免有一些不足 因为边犯错边学习 其实只要父母是带着 关爱孩子的心 又好好沟通 小小的过失 孩子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现在很多状况是因为生活压力 造成情绪崩溃 理智断线 变成连沟通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情绪一直在暴走边缘啊 当一个人很痛苦的时候 是看不到其他人的痛苦的 只会想要先减轻自身的痛苦 直到痛苦降低了 才会看到他人 但因为压力 痛苦指数都只是短暂稍微降低 马上又回升 所以家庭气氛大部分的时间 都处在紧绷的状态 而成熟又关爱家人的人 会在建造家庭前 努力的营造没有压力的生活 知道要提升自己 才能给予关爱的人们好日子 而如果不幸 身在糟糕原生家庭的孩子 那也只能接受 一样 就是减少接触与交流 因为只会一直累积体内的愤怒啊 没有必要 只要专注在努力提升自己 让自己有能力脱离父母的束缚 过上想要的幸福生活 那为大家点播一段 来自加伯利·伯恩斯坦的心灵练习 分享给你创造奇迹的心灵小对话 今天的心灵对话主题是 释放童年所累积的愤怒 在我们成年后的精神失衡和不快乐 或在生活中 有许多伴助我们 无法勇往直前的因素 都与从童年时就长期累积至今的不满 愤怒或怒或怨恨有关 在孩提时 我们学会当特立独行与众不同时 必然遭受异样的眼光 我们知道了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人生胜利组 也认清世上有许多不公平的事 然后这些负面情绪会陪着我们一起成长 如果我们的人生要持续前行 就得先学会移除这种愤怒 才能通往真正的能量来源之处 接下来的冥想练习将会帮助各位释放儿时愤怒 将自我调整至稳定的状态 步骤一 以轻松的姿势做好 双臂向身体两侧伸展 手掌朝外 以大拇指压住小指和无名指 小指代表水星 无名指代表太阳 并将食指和中指伸直 指向两旁 食指代表木星 中指代表土星 步骤二 现在要运用比较不一样的方法呼吸 用嘴巴从颈臂的牙齿中吸气 然后从鼻子吐气 这个练习一般建议要做十一分钟 但你也可以先从做一分钟开始 再慢慢增加 步骤三 步骤三 深吸一口气 然后闭气十秒 在此同时 双手手臂继续保持伸直 原先收起的三指向外打开 然后呼气 重复步骤二 与三的动作两次 早晚各练习一次 先练习约四十天 瑜伽大师 瑜伽大师曾说 如果你在晚上练习这个冥想 早上醒来时 你会发现自己的能量已经改变了 释放过去的愤怒 就能在当下重破自由 这是今天的心灵练习分享 帮助打开你的内在力量 转化生命能量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的生活充满奇迹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欢迎回到节目 你现在正在收听 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 Mira 今天聊的是人生中最难的学校 原生家庭 我想到我有个朋友 他和他的爸爸有着奇妙的距离 好像有些眷恋 但是又有些怨恨 我当时没有搞清楚 这是什么情绪 但这影响他在生活中 总是处处想要吸引男人 总是想要许多关注 但同时又带着嫌弃 后来有天因缘际会之下 我要去看一部宫崎骏的电影 我就问他要不要一起来 他说好 这部电影是回忆中的马尼 这中间的一个转折 让我觉得太巧妙了 看完之后 我转头一看我朋友 正想跟他讨论 结果 我看到他泪流满面 这部电影讲述一个女生 因为父母双亡 由外婆抚养 在外婆去世之后 由养母带大 她从小就一直患有气喘治不好 于是养母安排她 来到乡下的亲戚家养病 她个性孤僻 大家都觉得她是自闭儿 她常常会一个人到湖边去玩 后来因缘际会到了湖岸的另一头 认识了在那边的城堡中 一位金法的上语 叫做马尼 两个人年龄差不多 一见如故 成为超级无敌的知心好友 两人分享着生活中不开心的秘密 互相同情对方 为压力找到了抒发的出口 这部片很像是梦境的交叉口 有温暖也有悬疑 总之 马尼最后不见了 她的存在就好像是鬼魂一样 让人摸不着头绪 之后 女主角在城堡中遇到新搬来的一家人 并找到了马尼的日记 她才发现 马尼后来与她的青梅竹马结婚 生下一个女儿 她很为她高兴 她终于和她总是在诉说的情爱烦恼的那个男人结婚了 并生下一个女儿 但她继续读日记 发现这男生不久之后就过世了 马尼受不了精神打击 住进了疗养院 并觉得自己无法好好抚养女儿 于是将女儿送到寄宿学校 但造成了这个女儿的被抛弃感以及叛逆 还搞到与男朋友离家出走的巨马 最后 这个女儿也剩下一个女儿 但她女儿和这个离家出走的男友 也遭逢意外 两人双双过世 所以马尼就接手抚养了她的外孙女 而这个外孙女 就是整部电影的女主角 原来马尼是她的外婆 当下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 因为这女主角理解了马尼的遭遇与困境 所以对于她日记中后来的遭遇都深感同情 直到发现原来这是她的外婆 才了解到为什么她自己的父母这么的不负责任 行为偏差 都是有原因的 而她也因为这样 原谅了她的外婆 也治愈了自己心里对父母的怨恨 自己不是因为被讨厌的孩子而被抛弃 而是因为父母心里有痛苦的伤口没有愈合 我那个朋友看完 她满脸泪水平复过后 默默地说了一句 我想我理解我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呢 应该是她知道自己原来没有被父母讨厌 是父母在讨厌他们自己 当下她原谅了父母 也原谅了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好的电影就是要说个好故事 把我们的心念专注当下 好好的与自己对话 那为大家点播一段来自马修索克洛夫的正念练习 让心情更有觉知的面对生活 今天的正念练习是 原谅过错 练习时间大概是 十五分钟 怨恨的英文字是源自拉丁语 它原本的意思是 再次去感受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有过怨恨情绪 对过去的伤害紧抓不放 这是非常痛苦的经验 当你紧紧抓住 让爱与慈悲 让爱与慎恨情绪的感觉 察觉你的身体上是不是有哪些地方 觉得不舒服或是紧绷 试着将它放松 第二步 心里面想着一个你怨恨的人 如果你是第一次做这个练习 请不要选择你对他有强烈恨意的人 一开始先不要挑那么困难的 先从比较容易的开始 感受你心里面那个受伤的感觉 以及为什么你对他有恨意 第三步 在心里生起一个意念 你要培养一颗包容慈悲的心 如果你的心有所抗拒 也好好关照这个抗拒 不要把它压下去 给自己一点时间 不要强迫自己 第四步 接着 开始送出宽恕的话语 尽可能让自己进入这些话语的感受之中 放慢速度 在心里默默说出这句话 用你自己的节奏 在每一次吐气的同时 说出这句话 可能会有点帮助 或是间隔每一次吐气的时间 说一句也可以 你可以使用以下这些例句 我原谅你 或是 此刻 我尽我所能试着原谅你 愿我释放掉心中的这份痛苦 让他自由 让他自由 只要承认自己 只要承认自己确实也曾为别人带来难题 无论你 无论你是不是有意的 心里想着一个曾经被你伤害的人 然后开始说出以下这些句子 请这个人 请这个人原谅你 如果我曾经对你造成任何伤害 请你原谅我 希望你在心里能够找到一个空间来原谅我 愿你能彼此原谅 第六步 这样做五分钟 然后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体上 做几分钟深呼吸 把觉知意识全部放在呼吸上 然后张开眼睛 在做宽恕练习时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这样很弱 而且将来可能会因此受伤 宽恕不是要你接受某人 回到你的生活中 让他们再次伤害你 或是觉得别人可以来伤害你 也没关系 并不是这样 你可以放下怨恨 同时保有自己的界限 宽恕的心是出于对自己慈悲关心 而设定界限 而充满怨恨的心 则是出于恐惧 而设定边界 这是今天的正念练习分享 帮助你活在当下每一刻 为情绪按下暂停键 减轻压力 找回平静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生命充满自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好的 有机会就练习 正念是很棒的 那我帮大家点了一首歌 祝福你 在浑浊的不像化世界 随时能自由自在 勇敢挥洒 我坐在椅子上 看日出复活 我坐在夕阳里看 常识的衰弱 我摘下一片叶子 让它代替我 观察离开后的变化 曾经狂奔 舞蹈 贪婪的说话 随着冷得湿的 幸福化 带不走的 丢不掉的 让大雨侵蚀吧 让它推向我在边界 奋不顾身挣扎 如果有一个怀抱 勇敢不及代价 别让我飞 将我温柔 欢迎 我坐在椅子上 看日出复活 我坐在夕阳里看 长生的衰弱 我摘下一片叶子 让大胆听我 观察离开后的变化 曾经狂奔 舞蹈 贪婪的说话 随着冷得湿的 幸福化 带不走的 留不下的 我全都交付它 让它捧着我 在手掌 自由自在挥洒 如果有一个世界 浑浑的不像话 原谅我飞 曾经绝留太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它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它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节目 你现在正在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 Mira 今天我们在聊原生家庭 刚刚说到了 原生家庭会造成童年的阴影 而童年阴影会造成性格缺陷 我们要知道 童年经历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要做的是要纠正错误的核心信念 很多人在各种关系中 会莫名的出现怪异行为 而这些都是来自于错误的核心信念 会觉得 我不值得被爱 不值得这份爱 我不好 我什么都做不好 所以在要求或询问他做事时 会挑动他的神经 觉得这是在说 我不够好 一定是我不够好 所以才要叫我做这个 从而引发潜意识的思维 他会觉得 你一定想控制我 你拒绝我 你不喜欢我等等 内心会有千千万万的小剧场在翻腾 然而 觉察自己的情绪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 当负面情绪上来的时候 先暂停 告诉自己 我感觉到这个情绪了吗 然后问问自己 我真的有不够好吗 内心的压抑 委屈 愤怒 真的是眼前的这个人带给我的吗 其实很多负面的自我评价 都是来自过去的经历 有些家长责骂孩子时 也许并不是因为觉得孩子蠢或者不爱 只是认为用骂的 可以激发孩子的斗志 让孩子变得更好 但这很容易让孩子在当下 心里留下的印象只有 我不好 我很蠢 很多人无法感知自己内心的感受 无法面对这些心理阴影 就只会拿着伤口去指责 归咎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当我们不断的责备 批评 愤怒的当下 是很想把自己的错误 归咎于伴侣 孩子 或朋友 但这都只是对原生家庭 父母的愤怒 然后 我们会不断的自责 内疚 觉得自己很糟糕 不断的自我批判 伤害自己 无限纠结的循环 变成绝望 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希望 很多不成熟就意外变成父母的人 其实都是从养育孩子的身上去学习成长 反而是被小孩启发 但这样的父母在生气时 其实也像是不成熟的孩子 而他们愤怒的原因 大多是因为本身也缺乏爱 很容易也会理智断线 不小心造成孩子的童年阴影 这样 最后自己虽然成长了 却把自己曾经童年的创伤 带给了下一代 小孩就会在长大后 去复制你的人生 这就是家族业力 像是一种诅咒 你越怨恨 就是越放在心上 他在脑筋一直提醒你 而你最终 会无意识地变成你最讨厌的人 在这个领域的专家 有提到四种主要影响人际关系的 依恋人格 尤其是感情关系 包含有 安全性依恋 痴迷型依恋 恐惧型依恋 疏离型依恋 那关于这四种依恋人格 我在我的频道有另外的影片说明 而性单恋又是其中疏离型的分支 这种类型鲜少与人拥有亲密关系 也很少对其他人坦露自己 并尽可能想保有自己的空间 与人维持一定的距离 因此也有一说是认为 性单恋者并不是不爱 只是比较不擅长传递心意而已 那要怎样解开这些诅咒呢 专家提出了五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不用逃避 不论你逃多久多远 它就是在你心中 你一呼吸 纠结就会浮现 你一心跳 血液里的DNA就会呼唤你 所以 还是面对它吧 在还有机会的时候 回到原生家庭面前 跟家人和解 最重要的其实是 跟过去的自己和解 不要等到人去楼空 只剩下空虚的遗憾与想念 当然 见了面不代表问题 就一定能解决 有的家人也有着 他们不愿面对的纠结 但是至少你做了你的部分 面对的自我 那其他的问题 就留给其他人自己去面对 你只要把你的部分放下 你就已经做到最好了 第二 不要觉得羞耻 不论你有着什么样的家人 身份低下 或坐监犯科 他们的人生 并不等于你的人生 你们各自成长后 就必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所以你只要过好自己的人生 并不需要为家人 背负他的人生 否则你只是剥夺了他们 完整体验他们人生的机会 就算你牺牲自己的生活 到头来也不会有人感谢你 反而会怪你做的不够好 不够多 因为毕竟每个人来到世上 都是被分配好 本身的能力量值的 所以那些能力本就安排 只足够来体验 并理顺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分了一半能力给其他人 那么你只能过到 不完整的半个人生 而对方会被不相容的能力给干扰到 也变成混乱的人生 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 第三 不需要自卑 家人过得好 你就恭喜他 至少他们不会要求你的帮忙 这就该值得松口气了 也恭喜自己了吧 但是你也不必计较 觉得你比人家差 或是怪父母偏心 宠爱成功者 而忽略了你的感受 但是你要知道 没有人能够对你的人生平分 你的人生成败 难道是他们说了算吗 家人只是你比较在意的人 但是他们并不是百分百了解你的经历 也并不完全懂得你的价值 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 最有资格给自己打分数的人 就只有自己 第四 别找借口 许多人总把自己的不顺遂怪到命运 怪到被家族拖累 甚至花钱 花时间找陌生人替自己算命 要透过算命师的嘴 证明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问题 而是命运的错 尤其是有着原生家庭纠结的人 更会把错怪到不幸的童年 专家说 这都是当人们脆弱时找的借口 任何人都会犯错或控制不了脾气 但这不是遗传 也不是诅咒 只不过在脆弱时 童年的阴影 会让人比较容易自暴自弃 心想 反正我就该是这种人 都是我爸妈害我变这样的 这时候 我们需要的只是更努力去重新学习 童年漏掉的功课 而不是很偷懒的放弃努力 再赖皮的说 我也只是有样学样而已啊 没错 原生家庭的教养 对你确实会有深远的影响 但是既然你比谁都了解 这是多么不好的影响 就该努力的战胜它 而不是软弱的屈服 让它再透过你伤害 并影响其他人 甚至让你的下一代 也跟你一样受害 第五 原谅家人犯的错 不论家人犯了什么样的错 多大严重的错 要试着去理解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相同环境一起成长 更容易替它找到理由 就算它只是单纯邪恶 不为什么 也可以同情它 原谅它 放下它 这样做不是为了它 而是让你能够放过自己 面对自己 喜欢自己 确定自己是个善良 又充满爱的人 有能量宽恕待人的好人 然后才能舒服坦然的 面对镜子中的自己 看得自己不会讨厌 晚上睡觉也能平静安稳 至于那位被你原谅的家人 会不会悔悟改过呢 那已经不是你的问题了 因为你早已放下 而它自己的人生功课 必须留给它自己去做 而在灵性圈中 有提到带着使命到地球灵魂 转世的星际种子 星际种子是从宇宙中来的灵魂 自愿投生到地球 帮助地球进化业里 投胎时 会选择想要学习的课题 包含家庭跟所有的难关 许多这样的灵魂 会选择出生在非常黑暗 和复杂的家庭环境中 充斥着虐待 创伤 不和谐 不愉快的关系等等 它们通常会是家族中唯一清醒 最独特的那个孩子 因为你其中的一个使命 就是要引导剩下的家族成员 提升自我 进化灵魂 许多选择来协助地球和人类的灵魂 是带着疗愈的使命 通过它们去消融祖先协同中 那些扭曲和创伤的记忆 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 它们会将万世万代祖先的业力负担 背在自己的身上 但投胎时是会洗刷记忆的 当然就会忘记 但就是因为忘记 才能从零开始体验 去进入黑暗 经历磨难 并超越恐惧 并分享 引导他人 一起粉碎这些黑暗业力 彻底达成进化 自我疗愈是在地球上的真正使命 因为它协助整体疗愈 和释放那些与延伸家庭 和祖先协同相关的旧业力模式 业力与善恶的行为无关 它与释放到宇宙中的能量有关 当一个创伤发生 它会在所有与此相关的人的气场中 留下一个能量疤痕 这就产生了一个信号 像是一个电脑程式 它会不断的复制类似的情况 如果不清楚 就会在数千次的转世中重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你的家庭问题很大 而你又是处在付出的那个人 可以用这个角度看 要帮助家族中其他需要疗愈的灵魂 不是去取悦或者牺牲 而是要去启发和引导 说教可能没有用 最好的方式就是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用自己的行动和信念 证明给家族的人看 让他们重新拾起他们已经失望很久的希望 接受疗愈 愿意进化自己的灵魂 我们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 只是忘记了这些经历 其实并不是真实的我们 这些我们决定去体验的故事 都只是为了帮助意识进化 一旦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所有的纷争 宽恕就会在心中发生 我们的意识就会跟着提升 你也就升级了 而和你联动的家族业力也会被同时进化 关于情绪上与家族的关系 也可以透过艺术活动来解释 为大家点播一段来自利亚古兹曼的艺术治疗练习 允许自己让心灵施情化意一下 今天的艺术治疗练习是 家庭成员 这个练习的目标是 深入了解家庭动态对于情绪问题的影响 准备时间大概是5分钟 活动时间 活动时间预估是45分钟 好的 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素描铅笔 一张四开的高磅束图画纸 彩色铅笔 粉蜡笔 童年经验可能对我们 精致的人际关系影响甚大 回顾这些经验有助于 釐清困扰你的情绪问题 在这个练习中 你将探索你和每位家人之间的情绪动态 深究它们如何影响你的成长过程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花5分钟思考 哪些家人在你的人生中占有重要地位 可以用 这个人在你的旅程中不可或缺的方向 进行思考 第二步 用铅笔把这些家人画在纸上 记得 自己也要包含在画面中 第三步 用彩色铅笔和粉蜡笔为作品上色 在练习创作的过程中 可以在心中想一想 在你身旁的人 站在你身旁的人 是不是你在情感上最亲近的人 他们的存在或缺席如何形塑今天的你 你希望和哪个人强化关系 这是今天的艺术治疗分享 让我们把压力 焦虑 惶恐 不安 转交给艺术 卸下伤痛 抚慰身心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创作力让你的生活更美丽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好 今天的创作疗愈小练习 希望对大家有用 与自己好好对话并充电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星光祝福冥想 请跟着我的声音 让精神放空漫游 今天的星光祝福冥想 我要分享来自宇宙源头高我意识的智慧讯息 你可以闭上眼睛聆听 或者在生活中当作背景音播放 让祝福进入你的潜意识 重新调整能量 现在 想像你正光着脚走在这夜晚的海滩 听着海浪的声音 踏着脚底下的沙子 你感到非常自在与平静 深呼吸 深呼吸 想像将这纯净美好的能量吸入身体 呼吸的时候 将你体内沉重的压力释放出来 让它随着微风飘散 让它随着微风飘散 你在微风中 闻到了茉莫莫莉花的香味 好清新优雅 让你感觉好放松 你决定坐下来 抬头看着满是星星的夜空 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 就像钻石般 相间在这深紫蓝色的夜空中 向你传送疗愈的光芒 现在你在星空之下 接受祝福 恐惧的来源 传导者 若和 孩子们 今天和你们聊聊恐惧的来源 曾经告诉过你们 这个世界的基本设置 就是恐惧与爱的分离 一个被恐惧操控的人 也是会散发恐惧 或者让他人感到恐惧的人 也就是说 恐惧就像是一根链条 会把所有恐惧的人 纠缠到一起 而摆脱恐惧 就像是用一把剑 把这条恐惧的锁链斩断 被恐惧的锁链 被恐惧的锁链所束缚的人 是无法拥有真正的自由的 无论其恐惧的是什么 换言之 真正的自由 就是斩断恐惧的锁链 不被恐惧束缚住自己的双脚和双手 也不被恐惧束缚住自己的心灵 你们要摆脱恐惧 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远离散播恐惧的存在 比如一些媒体 新闻 以及某个充满了恐惧情绪的个体 这属于物理上的隔离 而在心理和精神层面要明白 恐惧并不真正的存在 一切都是爱 也只有爱 一切都是光 也只有光 孩子们 地球这个实验场 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地方 会充满各种各样即兴的能量 你们也无需恐惧所谓的黑暗 或者是站在光明的一面去反对黑暗 而是看到这个世界存在的能量基础 就是二元对立的即兴能量 很多人在这样的能量中玩耍了数千年 当然不都是美好的体验 甚至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危险 但是摆脱恐惧 自由与恐惧 斩断恐惧的锁链 是你们很多人今生的重要功课 是必须要超越的部分 不用害怕你们的家人 朋友 对你们选择的道路的不理解 也不要害怕自己的特立独行 你们只需要做自己 并允许他人做他人 当你们足够坚定自己的信念 和自己选择的道路 他人的意见自然也就不再重要了 我知道很多人很容易受他人的影响 可能别人的一句话 就会让自己退缩 让自己改变选择 但是 希望你们仔细思考一下 这个人的意见真的是中肯的吗 他是站在怎样的立场来劝诫你的呢 是对你表达了无条件的爱 还是只是把自己的恐惧 强加了在你的身上 我是Mira 谢谢你和我一起玩味冥想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欢迎回到节目 你正在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 Mira 节目快接近尾声了 我想要点播给你今天的芳香祝福 给你好运加分 相分聊法是来自大地的绿魔法 让我来翻翻 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书 今天我要带给你的芳香祝福是 西班牙鼠尾草 好运加分的星座有 水瓶座 双鱼座 金牛座 射手座 鼠尾草的署名源自于拉丁文 意思是被拯救或安全的 西班牙鼠尾草就像她的星期 普通鼠尾草一样 是一种长绿的灌木 叶子同样是灰绿色的 但叶面较为狭窄 她的花朵细小 呈蓝紫色 整株都有类似碎花薰衣草的香气 张导味则比真正薰衣草更浓 她的种名是 叶子像薰衣草的意思 西班牙鼠尾草原产于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山区 在西班牙人心目中 她是能治百病的万灵丹 甚至还可让人年年益首 在中世纪时期 她被用来预防瘟疫 在西班牙料理中 她是最常用的一种鼠尾草 这种精油是用西班牙鼠尾草的叶子 以水蒸汽蒸溜把萃取而成 成淡黄色 质地稀薄 保存期限大约2-3年 在怀孕和瘦乳期间应该避免使用 且不宜过量 西班牙鼠尾草精油有一种新鲜的草本味 有点像是松树但又散发着张脑的气息 适合和它搭配的精油 包括佛手干 雪松 香茅 快乐鼠尾草 油加利 杜松姜果 薰衣草 柠檬 和迷迭香 西班牙鼠尾草能让头皮保持健康 只要把4滴西班牙鼠尾草和一大匙基底油混合 用来按摩头皮即可 有头皮屑的困扰时 可用各两地的薯尾草和柠檬或莱姆 若想促进毛发生长 可用薯尾草加罗勒或丝薄 如果有汗水过多的问题 可用薯尾草泡澡或将它加上柠檬草和苦橙叶 做成体香剂 以消除体臭 这个配方对脚臭也有效 西班牙鼠尾草能让我们的情绪保持在平衡状态 在面临人生中的变故时 可以用两份鼠尾草以及各一份的懒香汁和莱姆或香 需要头脑清楚 心思专注时 可用等量的西班牙鼠尾草与快乐鼠尾草扩香 感觉神经紧绷 精神衰弱时 可将7滴鼠尾草 4滴玫瑰草和3滴葡萄柚 滴入一根呼吸棒中 随时嗅纹 在能量方面 鼠尾草可以活化喉轮和顶轮 它的香气能帮助我们与大地连结 在准备要冥想时特别有用 西班牙鼠尾草对灵修也有注意 能帮助我们传送祈求疗愈的祷告 并表达感恩之意 在施行蜡烛魔法时 可用它来消除负面能量 并招来富足 想要让家中的空气清新移人 并去除异味时 可用西班牙鼠尾草扩香 或做成室内喷雾 此外 它也很适合用来做成地毯清洁粉 如果要让衣除气味清新 可用西班牙鼠尾草加杜松浆果 和少许雪松 在风水方面 鼠尾草可用来减缓流动过快的能量 这是今天的相分母法分享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远经由帮助你好好关爱自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那今天聊得差不多了 对于今天的话题 我觉得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早年生活的创伤 无论你的生活环境有多优渥 你都无法避免受到伤害 然而 任何一种负面体验后 都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我们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另一种是面对你的恐惧 用积极的态度学习经验 让我们成长得更好 并且分享经验给有需要的人 过去永远无法改变 但我们可以超越它 所以原生家庭带来的挑战 不是要成为永久的怨恨与创伤 而是一个超越的机会 而这都是自己的选择 你可以变成愤世忌俗 随机杀人的恶魔 但你也可以选择像张绍涵那样 磨难让他更强大 更清楚他要专注再重新站起来 华丽的绽放光芒 继续用自己的才华 疗愈更多的人 若家族的状况无力回天 最简单能做的就是在心底发送慈悲祝福 给那些脆弱扭曲的心灵 他们其实是很可怜的 而在发送祝福的同时 你也止住了负面的循环攻击 就算不能原谅 但至少这样你就宽恕了 因为你选择原谅过去的自己 在那个童年中无助的自己 那个造成你现在负面情绪的内在小孩 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你没有怪他 也没有嫌弃他 当时的他是孤寂害怕的 而现在的你 让他知道他是值得被爱的 并感谢他承担这个课题 让你现在学习到成为更好的人 并将这些业力在我们这一带打住 而这就是我们在这一世 自己的家族 现在的社会 能做到最棒的事 你收听的是完美新世界 感恩有机会与大家在空中相见 今天为您点播的内容 我会陆续发布在我的 Youtube和Spotify频道 也欢迎你追踪我的脸书和Instagram 不定时分享给你最新的 生活正业美学 一起玩出美的疗愈 活出美丽心情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为大家点了一首歌 祝福你的新世界 像一首单纯美好的儿歌 愿我们带着轻松与自信 每天好好的过 那我们下次见 那我们下次见啰 和一首歌 和一首歌的温柔 和一只大的温柔的狗狗 如果受了伤就含一声痛 真的说出来就不会太难过 不去想自由 反而更轻松 愿意感动孤单不忐忑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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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快乐也会寂寞 生活 生活 明天我们好好的过 作曲 李宗盛 往一首歌 还不确定你是否也喜欢祈求 反正又还没听你说过 我们都觉得成功没那么严重 做自己反而比较心安理得 如果说了声就还一声痛 真的说出来就不会太难过 不去想自由反而更轻松 愿意感动就是种享受 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 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 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 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 明天我们好好的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